一牙煮了一道烹乳豬 齊桓公吃了吃 哇 天下的山珍 海味呢我都吃過了 但唯獨 小孩子的肉 我是沒吃過啊 一牙子小人為了討好齊桓公 第二天 烹了一個 哈囉 Ladies and the J&B們大家好 我是這個 歡迎收看 OK 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講到了 齊桓公 他 掛的時候 竟然是 餓死的 堂堂 異國之君 用的 穿的 住的 享受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 衣食無缺 美人不缺 全力更是一手掌握 怎麼竟然最後面 餓死呢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 墨健哥在片尾埋了一個伏筆 就是當時 齊桓公的身邊 有個小人 他跟齊桓公的故事呢 哇 聽得讓人心裡發寒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講講這個故事 不過 目前要仔細的了解 齊桓公 當時身邊 跟了 三個人 他被 跟了 而且一次 還 跟三個 夭壽 毛骨悚然 不過 跟他的呢 是有心有體 不是那種 喔 清飄飄 透明透明 看不見的那一種 欸 不過 人比鬼還可怕 這句話呢 確實在 齊桓公身上 得到了印證 這三個小人啊 分別是 樹雕 異牙 和 開芳 我們先來講講開芳的故事 開芳呢 他其實是 衛國的公子 齊桓公是齊國這樣子 將來那一國的國王 掛了 這公子呢 就即位 當上皇帝了 但是 這個開芳 哇 奇了怪了 當他的爸爸掛了時候呢 他明明可以回去 先吊業 他後來自己當國王 但是他不 他偏偏的 要跟在齊桓公的身邊 他連國王 都不幹 哇 這真是讓齊桓公 感動的痛哭流涕 他問了他 你為啥 要跟在我身邊 你為啥 不回去當你的國王呢 開芳說 您吶 是天下的明君 能夠在左右服侍您 這個福氣 這個榮幸 好夠我自己當國王啊 這些話說出來 齊桓公是眉開眼笑 各位已經說 遇到這種人 您能夠 不對他好嗎 再來我們講講 樹雕這個人 樹雕啊 他其實也是一個 有錢人家的子弟 他呢 有個綽號叫小白臉 我不曉得 他這個小白臉的綽號 是哪來的 那小白臉在小的時候 就跟在了小白的身邊 欸 各位是不是聽不太懂在講啥 小白臉指的是樹雕 那第二個小白是誰呢 就是 齊桓公 我這個不是在罵他 是他真的就叫小白 齊桓公姓 江 明 小白 小白 全稱 江小白 好啦 那小白臉格在小白身邊 小白在曉得的時候呢 是小白 欸 長大大便 齊桓公啦 有權 有勢 擁有一切 而這十字樹雕呢 他也從一個 三公分 進化成了可以 展翅高飛的雄鷹啊 他開始會在夢中 遺留下一些物品 呵呵呵 欸 不過 宮廷有規定 但凡是要能夠進宮的人 都不能夠有 小嘰嘰 那因為這個原因 樹雕就被接回家 做他的公子哥兒 不過 這時樹雕 不曉得是哪根筋不對 他就是特愛宮廷裡面的生活 而且呢 他還要跟在齊桓公的身邊 於是 他下了一個 男人最痛的決定 可恰 掉自己的小嘰嘰 一到下去之後呢 他就成了千百年來 自願志工第一人 應該是吧 他這個舉動 鬧得沸沸揚揚 齊桓公也知道了 OMG 這傢伙為了跟著我 連自己的嘰嘰都不要啦 阿娘唯有 我能夠不疼你嗎 再來第三個人 是墨金哥的重頭戲 他叫做 伊牙 伊牙呢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廚師 也許很多 跟餐飲方面有關的人 會知道這一號人物 因為呢 他被稱為中國廚師的 祖師爺之一耶 他煮的菜 特是受到齊桓公的喜愛 有一天 伊牙煮了一道烹乳豬給 齊桓公吃 齊桓公吃了吃 哇 天下的山珍 海味呢 我都吃過了 但唯獨 小孩子的肉 我是沒吃過啊 哎呦 伊牙心裡都聽了 一斤 該怎麼辦 為了讓祖公 還心 嘶 哇 得好好來想個辦法 那其實嘛 齊桓公剛剛所講的那一段話 開玩笑的 就跟之前 某一隻外國魚所講的證件是一樣的 開玩笑 真的我不會做 不過那句話怎麼說的 說著無心 聽著有意 伊牙 聽進心坎裡了 第二天 伊牙 烹了一個 香噴噴 熱騰騰的一碗 肉湯 奇桓公 嗯 這味道 聞起來真棒 搖了一碗湯 拿起來 拼了一口 哇 真是不錯 再吃一口 我看看好了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哎呀 伊牙 您這是什麼菜呀 怎麼那麼棒呢 冰豹皇上 這呢 就是 小孩子的肉 小孩子的肉 你怎麼蒸弄了呢 冰豹皇上 您昨天不是說 您什麼都吃過了 就是不知道 小孩子的滋味嗎 於是為了讓您知道什麼滋味 回去後 我特別叫我的孩子 煮給您吃了 什麼 這是您的孩子 一牙子小人 為了討好奇桓公 討好張小白 趁人連自己的兒子 連自己的親骨肉 都下的了手 奇桓公 感動的不得了 就為了自己的一句話 人家的 連自己的兒子 都不要了 你說 這人 你能夠不寵他 你能夠不愛他 你能夠不 好好地留住他嗎 以上三人 剛剛講到的 通通 其實都是小人 當時奇桓公身邊的宰相 管仲呢 看出這三人 有 不好的意圖 突摸不軌 尤其每一天開會的時候 那三個人在旁邊 偷偷地跟皇上 偷偷地跟其他大臣 搖耳朵 綽綽反著自己 管仲呢 對這三個人是 提防提防再提防 小心小心再小心 到他掛之前呢 他還特別地跟奇桓公說 這三個人不是好人 離他們遠一點啊 可是 可是 伊牙很愛我啊 他都把他的兒子 烹來給我吃了啊 觀眾回了 人 只曾經 是最愛自己的兒子 最愛自己的女兒的 他連 孩子都任性殺掉 對別人 還有什麼 做不出來的 快過來 所以這個語氣呢 特別的痛苦 那樹雕呢 樹雕為了留在我身邊 他把自己給淹了啊 人啊 都是把自己的身體看得最重的 他連自己的身體 都不在乎 他還會在乎別人嘛 那 公子開放啊 他放棄了公子的地位 放棄了未來國王的地位 他來跟隨我耶 父母刮了 他都不回去奔上 他難道不是真愛我嗎 這人呢 哼哼哼哼哼 連佛墨都可以拋棄 啊 還有什麼人 不能拋棄啊 說完 刮了 觀眾的一番話 讓奇桓公大看困惑 怎麼這三個人 怎麼感動感人的故事 到了觀眾的嘴巴裡面 通通都變壞人了呢 雖然 很不明白 為什麼管仲 如此見解 不過他知道 管仲是賢人 他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他 聽了管仲的話 把這三個人給趕走了 不允許他們留在自己的身邊 不過當管仲死了沒有多久之後呢 奇桓公覺得生活無趣了 又把這三個人找回來了 後來的事情 完全跟管仲講的是 一模模一樣樣 這三個人開始 整天的爭權奪利 宮廷劇裡面那些 明爭暗鬥 死裡來活裡去的戲碼 天天上演 那我是不曉得 這個 開放去了哪裡了 反正最後面 奇桓公是被 一牙和塑雕丟在一個 黑燈下午的小房間裡面 不管他的 爭自己的大胃去 吃的啥的用的 都不管他 他可能也失智了 自己也忘記要出來這樣子 反正最後面 奇桓公 晚年奇慘 活活餓死了 67天之後 才被人發現他的失手 而且身上呢 還已經充滿了各種 難以想像的 這個區域啊 昆蟲啊 炸東西啊 哎呀 這個故事真的是 聽得讓人又感慨又難過 這邊也提醒了我們 要懂得 世人用財 唉 世人用財 我們一般人呢 都是給別人當財的 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讓我們來自己 世人用財 我們這句話 還要跟老闆講 你啊 要懂得重用我 我能幹 我刻苦耐勞 給我加薪 你不幫我加薪 我就把你丟進去餓死 什麼 你吵死我 你明天不用來了 掰 好了 沒有想到 講這三個小人 我也講了一句 哎呀 這三個小人 真是太壞了 各位 以後 如果你有機會 經過這三個人的墳墓的時候 吐胎口彈 反正中國啊 從沒少過奸臣 從沒少過那些 叛國賊 唉 講到叛國賊 最近我們台灣也出現了不少 哎呀 能夠這麼多名正大的叛國 還整天出來拋桃露面 哎呀 我這個真是看不下去 那那是誰 啊 我們就不說了 呵呵 好啦 記得訂閱墨吉他YouTube頻道 啊 訂閱、分享、開鈴鐺 以後就這樣子 每天結尾都講這麼大的歷史 訂閱、分享、開鈴鐺 不開就這麼厲害 啊 墨吉他給別人上傳播新片 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好 好 這個 我